定期第二冠軍 竟然不是 0050 0056 0087 00919 929713 這樣做讓你輕鬆獲利 150% 我覺得定期定額這件事 從過去大家不理解 無法接受 到現在變成一個險學 是 可是我還是認識很多人 定期定額 跌下去就沒有了 他只在往上的時候 定期定額 但是這一波跌一千點的 然後就不定期定額 舉手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年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課 登登登登 第二冠軍 竟然不是 0050 0056 0087 00919 929713 這樣做讓你輕鬆獲利 150% 150 150 朋友真的假的 我不太敢相信 我要請教這三位專業分析師 第一位 歡迎 是魯夫不是魯蛇 的 漢偉老師 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到底有沒有150% 就看這個製作單位怎麼樣看了 那我覺得 定期定額能夠到150% 應該是一個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我今天是要看這個 陳老師怎麼樣跟大家講的 他的意思說你怎麼掰 我不相信啦 陳老師你怎麼掰 你們兩個這樣耗上去了 贏件 感覺贏件很不可能 不要因為 我一時口誤說他是魯蛇 就開始 就說我的壞話 其實他是人夫的代表 為什麼 不是魯夫啊 他是人夫啊 他就是人夫啊 他不是人夫嗎 是 或者他老婆姓魯嗎 他就是魯夫嘛 對啊 是不是 會不會真的 搞不好啊 是不是 夫人是不是姓魯 不是 不是 亂講話 亂講話 哈魯老師的LINE 記得加一下 學經歷非常的優秀 是啊 自創5D投資數 哇 5D 3D 4D 5D投資什麼呢 哇 你可以訂閱他頻道好不好 記者老師 學經歷哇 聖俊齊我有雙分醫師啊 好不好 記得一下加老師的LINE 第二位 帥哥 大人哥 溫柔的代表 說到不能是魯夫 誰的夫 昆恩老師 是怎麼樣 氣管閹 對 很怕氣 最怕人妻的 最怕人妻的人夫 大家好 我是大人哥 那我也是來聽 那個教授的教學 我很好奇 到底怎麼樣可以拿到150% 怎麼樣拿 對啊 你們都質疑他的誠信 有什麼質疑的 就沒有誠信啊 平均一群話 就是一群話 我會發現你 我昨天不是說你 穿上這個服裝以後看起來很高 站起來也很高 站起來一次 好不好 你看都超過 180的 你幹嘛切 你應該讓鏡頭只拍到我這 再看起來有身高很高 再一次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拉遠才好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站起來 你看是不是 連鏡頭看不到我的頭 太扯了 站比例才好看 我是要跟你講 我會發現為什麼你比較高 我會一直以為是你的肌肉裝 不是 是你的帽子比較高 戴高帽了 戴高帽了 現在下次再戴綠帽一下 才不會 為了老師的line 來記得加一下 也是 欸 陳彥老師的也加一下 陳彥老師也加一下 教大財經博士 博士 博士分析師 好不好 老師 記得加一下好不好 陳彥老師來 請上台 來 不是 還是要不要一直戴墨鏡 對啊 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通常戴墨鏡是海邊 明天禮拜三放假 是撥膠選單元 是 明天放假是撥膠選單元 因為沒有開盤 幹嘛解盤 可是4、5我們都有解盤影片 有 好不好 貼這個盤式 好 來 好來 看起來蠻高的 跟我一樣 你跟我義曲同工之妙 我也是靠頭髮升高 有沒有看到 一樣高 就很高 沒有我這身頭髮更高 不過從肩膀就可以看得出來 兩個人身高的差異 是啊 你不要那麼謙虛 可是你的身材看起來不錯 好啦 才要遠了啦 重點是什麼 公投 我幫你整理一下好不好 你自己整理一下好不好 一定要我用嗎 我覺得很新三色 剛才那個小韓一直趁機來調我這個 對啊 再調右邊一點 夠 右邊自己調好不好 自己調 哪裡 左邊那一條 這裡 這樣 這樣 這個往右移整個 這樣 對對對 這樣比較好看 是 這樣比較沉默這樣 他看起來還在我臉上吹氣 對啊 你有什麼歌想唱給他聽 什麼歌 有沒有什麼歌 想表白的歌 你是我的眼好了 好不好 來 你是我的眼 在我領略時機的變換 來 跟著我走 來 手搭上來 往前 go 財經節目搞成這樣子 誰造成的 我造成的 不好意思 來 定期定額排安排 其實我覺得定期定額這件事 從過去大家不理解 無法接受 到現在變成一個顯學 是 但是呢 可是我還是認識很多人定期定額 跌下去就沒有了 他只在往上的時候定期定額 對不對 你們上次這一波跌1000點的人 台灣股市就不定期定額 舉手 在底下留言自己誠實說 自己承認是不是 是不是 嚇到了 你這樣真的不行 都停扣了 是不是 反而比較 如果股價腰斬 不是反而可以多買一些嗎 可是很奇怪 大部分人都不是這樣想 對不對 定期定額就是不能停扣 不能停扣 來高股息排安排 不是啊 聽說都是高股息啊 對 正解我們看一下 第一名是誰 00878 25萬戶 很嚇人 然後0056 也超過25萬戶 還有0050 00608 他這兩個不是高股息 但是你看 919跟713 0050跟066 208就是全執行的ETF 全執行四執行 就是台灣50 就是台灣50 就大盤展他一定 基本上九成九展 九成九 然後再來就919跟713 其實也是高息嘛 對不對 一個是高息 一個是精選高息 一個是高息低波 不過至少還看到台積電 台積電 因為你看台積電 股票也可以定期定額 還是有 現在可以 現在他可以 你可以設定 譬如說他2000每個月空 可是我真的覺得你台積電定額 真的不如買台灣50 會比較好 還是有點分散風險 還是有一點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就說 有你喜歡的 但是又可以 搭一點點吃他的 因為我跟大家講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我不是說暢衰台灣 以前宏達電有沒有 也是台灣之關啊 HTC 你拿宏達電跟台積電比 你這樣是修辱誰啊 你不能這樣講 以前宏達電真的 這十幾年前的時候 大家覺得宏達電出生的就是走路有風啊 真的 真的啦 我還真的去宏達電參訪過 是不是 那時候講話是不是都很臭屁 HTC 拜託 不得了 所以我是跟大家講 我當然希望台積電 護國神山的一輩子好 只是我說就投資的角度 ETF ETF的魅力啊 沒錯 我自己個人看吧 OK 不代表老師的立場 真的是他個人看 那不然你台積電跟台灣50 你要定期定額要誰 當然是台灣50 是不是啊 問題是 我不會去唱衰台積電啊 有沒有唱衰 那你為什麼要台灣50 因為萬一哪一天 台積電跟宏達電一樣 那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不是看衰台積電 我也不是說護國神山怎樣 我只是說萬一 不要重複 投資又怕萬一嘛 又重複了 投資又怕萬一嘛 所以這些怎麼辦 都是高股期前幾名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辦 還有富華 來可以可以 沒有問題我們就往下看 我們來選股邏輯 現在看878 這隻太小了 你看選股邏輯 從選股邏輯的角度來看 其實用它來定期定額確實是不錯 第一個你要講ESG 我們之前還幫各位去算ESG的評級分數 這個很不容易 這很不容易 因為很難算進去 因為我們要算成分股 新的成分股是誰 然後呢 它基本上你注意看 這裡就是年化殖利率有沒有 再加上一年換股兩次 說實在的 你殖利率不好的 有變化的 我就把它換掉 換掉 所以其實換進來的 可以一直讓它維持在相當好的一個水準 那這個元大高股息 你看 未來一年現金股利 當然這個到目前為止好像 從過去大家一直concern這件事 就懷疑這件事說 你怎麼可能預測 對不對 有啊 到時候都選到最高的股 都選到那個股價最高點 確實 對啊 殖利率最高的時候 好 那你看它現在 譬如說有些緊急尋找股 就容易選到高點了 對 對 沒錯啦 但是到目前為止來看 整體的表現還是不錯 是 那再來是這個精選高息的部分 有把ROE納進去 然後呢 有考慮這個成交額 但重點 實際上還是高息 這個都很重要 那再來高息低波比較特殊 其實你看它的名字就知道 針對波動度比較低的 那進來 那 這個還會特別去考慮這個財務指標 去計算分數 那再來是富華這個部分 特別以殖利率折優的來選舉 所以整體來看喔 高股息 這些股票 實際上可以一直保持我們 在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態喔 這個我覺得是 為什麼大家喜歡定息定額扣款的一個原因 因為畢竟台灣人還是喜歡配息 來看一下這個高息低波 你看高息低波的持股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你看高息低波的經理人 也有認同我的看法 你看他的烘海也是進來的 他都知道我節目要講 他都先納進來 這樣我也好辦事喔 我剛好節目可以順便講一下 然後你看統一 他這個選股稍微不同 台灣大元傳 他這個以前啊 高息低波沒有那麼受到市場的歡迎 因為股價不太會動 就他這個 這個ETF 後來大家也發現說 其實這個概念也不錯啊 這個概念也不錯 那另外一個我們看一下右邊 其實這個以科技為主的 就跟前面的其實 真的都會重疊性比較高 但是我這邊我想講一句喔 如果科技股未來都漲上來了 那其他的ETF並沒有限制 一定要買科技股的時候 我大膽的預測 可能會跟713的成分股 可能會有點相近 713 有沒有 可能會跟713的成分股會有點相近 可是有些好像就注定 就是要電子股 對 929沒辦法 929他有 因為他929有沒有 科技 所以他都是科技股 你真的講ETF 不是我很衰 所以929的風險是 是比較高的 應該是說 多頭沒有什麼問題 是PR5嗎 還是什麼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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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風險 比例是最高的 是 最高的 但最高是因為他沒有分散 可是好處呢 科技股轉翻天 他就轉翻天了 真的 真的 No risk No return 真的 來 不用 來 再來 沒有風險就沒有報抽 我怕他們不懂 好不好 誰不懂 來 來 看一下 這個我們把這五檔高股息 稍微做一個總整理 這個顏色很好 你看有一個區隔 這樣又不會混在一起 電子股占比嗎 好來 最高的就929 929 然後713 那其實 48% 對 其實我覺得這裡寫剩 也怪怪的 因為好像是說科技股 對我那天是想要開會說 講這剩什麼剩 有些人就覺得 沒有分散比較好啊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這裡如果真的要 我覺得反正科技股 是不是比重低一點的 比較好一點 其實713的那個 夏普指標是非常高的 為什麼 它就是每一個 風險的報酬比 你應該說No risk No return 沒有風險沒有報酬 可是它是少數的 低風險相對高報酬 主要也是低波的關係 它是低波指標 可是低波就算了 夏普以前夏天的時候 我們會注意 會有冷氣 對還有最近夏普 那個液晶工廠要關的 你在扯嗎 借工廠 不要扯遠好不好 夏普指標這個很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這投資標的很多人 很多是看它的波動度 每一個風險的一個報酬 是多少 如果你就 每一個風險的報酬 如果是相對 同樣的報酬 相對低風險 就這檔 對 我覺得講這個很好 我覺得下一次我覺得 以後我們比較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可以把夏普指 特別拿出來 因為很少節目有講到這麼專業 當然跟來賓的素質有關 如果來賓素質沒有到 就很難 沒錯 你現在是主獎者嗎 來賓 漢文老師 你看 多好 你看 來賓素質多好 是不是 就是主獎者素質不好 你看 然後這個 大人有大量 是不是 素質好 來賓素質好 主獎者不好 主持人素質好 主獎者的問題 主獎者不好 那報酬整體來講 今年9999當然 衝的高一點 衝的高一點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713 可是都目前的 都目前的 都目前的 我覺得還要持續觀察 對 那都有用到評準機 這個我們每次節目都會特別在提醒一下 評準機其實不是 也沒什麼好壞 我們是就事論事 可是不能算好 真的不能算好 對 比例太高真的 有爭議 好不好 這些告訴你這些報酬 對 韓息的報酬 0056個好處是 他的一個 今年可發泛的一個鼓勵 相對多一點 對 比較有加比 是 所以他可能殖率可以5.5 甚至更高以上 沒錯沒錯 而且是實際的一個相對的報酬 那我們繼續趕快往下看 趕快往下 這 接下來很重要的關鍵 下跌可不定期定額 對 看金融海嘯 來 我先把這邊遮一下 你會覺得說 一直漲一直漲什麼時候買 可是如果我們再移掛 欸 金融海嘯那時候 如果這一波修正的時候 你感覺好像很慘 對 我叫你買你敢不敢買 結果是起漲點而已 結果沒想到 5塊錢 你看 一路往上走 5塊錢到39塊 老是 賺7倍 因為你 700% 老是 15年700可不夠 你便當以前沒那麼貴啊 很嚇人 金融海嘯的時候50塊有雞腿便當 便當大概漲一倍 便當差不多 漲一倍 那差不多 金融海嘯50元便當 可是大部分是差不多70塊 現在雞腿便當大概140 對一倍啊 所以你看傻瓜才去放定存 1%怎麼 看有沒有一倍沒有啦 嚇我一跳 我以為你說傻瓜才買雞腿便當 哈哈哈哈 這好笑 傻瓜才放定存 你看根本趕不上通膨啊 對 因為這個 1%如果叫我算的話 這15年 也不可能啦 沒多少 沒多少 可是你看喔 買高股息ETF0056大家還說 績效不夠好咧 你去看一下 欸 展7倍 說實在這個就是用數據說話 是 我們不要爭論嘛 你要說啊我感覺 不要感覺 有沒有看到 你去這邊放大 你去這邊 就最高 最笨喔 笨喔 笨喔 我不許你這樣一直說自己 對不起 千萬不要這樣一直說自己 陳業好笨 陳業真的很笨 為什麼買這邊 結果你看 這邊多少錢 這邊多少錢 12塊好高喔 當然有一段時間 你可能好像對齁 就說你笨的人好像對齁 可是老師你看齁 說你笨的人對齁 他笨多久 你好笨喔 買0056 笨幾年 還真的笨 笨成這樣 笨3年齁 笨4年齁 去晚宥 笨到什麼時候 笨到2017年才對啦 我就是好殺好天真 沒想到 對不對 對 所以真正的高股息一天股 已經是這樣子的齁 沒錯 那我覺得基本上 你就算 沒有比他更好 也不會比他更差 笨足笨了7年 那要怎樣 就需要一點時間去 2008年 笨了8年 8年啦 需要一點時間嘛 但是現在來看 我覺得 路遙之馬力啦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你去每次定時定額 你去預測高低點 你人生很痛苦 這邊你會覺得人生放大 你會覺得 哇 你說真的笨啦 懷疑人生啦 我這邊這個12塊 搞了8年 人家說放定存花掉都好 有沒有 被再往右一點嗎 被笑嘛 你剛才被笑 2016年 太可怕了 已經等了8年 被人家想 你8年都可以對日看賞結束了 結果8年後 結束囉 從12塊一路斬 高股息天賦 是0056已經告訴你一件事 定時定額就是閉著眼睛就好了 很驚人 因為你有一點猜不到高低點 很驚人 很驚人 是 昆仁老師 這個美女的問題不重要 不重要 因為我覺得昆仁老師 講到這個等了8年 他非常有感覺 為什麼等了8年 我不知道 他可能是追了8年 總算追到手 又笑出來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因為如果就高股ETF 或者任何一個 電期定額ETF的觀念都是這樣 就是你不要去猜高或低 因為他終究如果是好的商品 他一定會在某一個時間點 還你一個很好的報酬 試執行也是一樣啊 試執行其實績效更好 對 試執行更好 老師 你看我老師那句話 什麼隨便買 不要賣 隨時買 隨便買不要賣 隨時買 隨時買隨便買 不要賣 不要賣 因為我們講說 統一資料跟大家講 其實最多的報酬 往往都是在大跌之後的一個反彈 所以你每次跌的時候沒有參與 那擋的時候當然就沒有你的事情囉 對 所以應該是說 老師你說什麼 你什麼 你是隨時買 隨便買 隨便買隨時買 不要賣 你對女生是嗎 很隨便吧 你對女生是隨時來找我 我很隨便 不要付錢就對了 這不要 不是 第一個 又沒押韻 第二個又不知道要表達什麼 對不起 我跟你講 有時候累了就不要勉強 我也覺得我們趕快結束 好不好 來來來我們繼續 所以 其實到底應不應該定期定額 好不好 沒女的問題來 人家已經不想問的時候 你突然Q他喔 你也累了是不是 我比較累喔 你過那個時間點了 老師我想要問啊 就是上禮拜五台 上禮拜的時候台股在暴漲暴跌的時候 不就是ETF好的買點嗎 那為什麼有些人要難過 要難過 就是有些人很難過啊 為什麼難過 因為被誤會啊 因為他不知道 要不然又當八年的傻瓜 對啊 所以就難過了 但這個時候要堅持 不要難過 所以我們要數據告訴你 你可能被他罵了八年 你覺得你是對的 對 但是你剛才這樣一講 我好像沒有被安慰到 因為我在想 會不會從現在開始 我要當八年的傻瓜 有沒有可能啊 有沒有可能 所以你ETF買人家放久一點 對啊 可是中南奇絕對 中南奇不要說絕對 理論上是勝過你 狂勝你的定層 對 那剛才我們是用 ETF本身價格的一個走勢來看 我們現在 真正的去做一件事情 定期定額 真的定期定額 好不好 真的定期定額就可怕了 你看 2007年開始一直扣 其實報酬率慢慢就拉上來了 然後接著不得了 你看 最後多少 174% 所以 要不要定期定額 要 要 要不要持續扣 要 老師我直接用1.7 我自己承 沒關係 你先進去說 我用1.7 然後承多少 這個是2007年開始上市嗎 2007 2008年 承大概17年 我那17年 16年 很可怕 16年的那個走勢 所以我剛才算了一下 我們先看 現在獲利定定了174% 對 你是第一筆加中間所有比數加最後一筆 還是有174% 對 你假設你 因為這個大概16年 你假設一年放1萬塊 對 一個月放1萬塊 一年就是12萬 對 然後大概15年就180萬 對 16年大概就是200萬 200萬也變成 老師 500多萬 沒錯 絕對比你的定存好 老師我剛才隨便算定存 我定存 我不要用這個什麼 什麼定期定額去算 我說單比算 1.7% 放了16年才多少 你知道嗎 才到30%而已 所以其實這個 才30% 傻瓜才放定存 那我們剛才看一下 單比就好了 單了8年的傻瓜跟白癡被人家罵 結果最後賺了700% 這個就很可怕 這個很可怕 這個很可怕 一個 為什麼它的連話報酬率7% 跟連話報酬率1.多% 你好像覺得只差6% 不好意思 經過個 10幾年 不要說10幾年 8年的差別 基本上效果就會出來 超過 一個是700%的報酬 一個是30%的報酬 而且我要再強調一次 大家別忘了 2011年的時候 還有歐債危機 是 然後2015年的時候 還有中國股市崩寒 是 它都沒有跌回去 原本的低點 所以越跌越要買 好 老師 我們看一下 定期定額每個都買 我剛才講過了嗎 如果定期定額大概放16年 200萬左右 一個月要存1萬塊 200萬左右 到最後是大概變540萬 夠夠意思 厲害 老師 200萬變500多萬也夠了 絕對打發也通膨 沒錯 好不好 便當也沒到那麼貴 就我們剛才舉例 便當其實在漲一倍 對不對 好 那最後給大家一個結論 而且你的第一筆是賺7倍 賺700% 第一個是賺非常多 對啊 對 那 我們回測 幫各位去做回測 定期定額 即便在股市下跌 不光股市下跌 我們 指的是崩盤 你都不用扣款 因為 後面的績效 還是會持續累積上去 那目前 這幾 我們剛才講的五個ETF當中 929因為一年才換一次成分股 一年換一次成分股 這個可能稍微留意一下 是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 一年換兩次了 一年都換兩次 那再來是56跟919 他的電子股 這個產業的比重稍微低一點 又可以分散一些風險 所以應該是說 剛才你有講到713 特別提到713 713分散最多 對 所以假如你希望定期定額去扣款 但是你又想要分散一點風險的話 0056 00919 這個部分 積極又希望降低風險 但是你說我想要降低風險 我又沒有那麼積極 就是說我其實求一個穩定的話 713跟878 因為他的 電子股產業比較低 比重比較低一點 這個其實還是蠻重要的 我是說這兩個結論 我們剛才不是說回測嗎 我們回測到韓息 可是要許我有時候高股型 你領得鼓勵 你不會再投資 照理說是要再投資 對 這個要提醒大家 像是領到鼓勵就很開心 可是實際上要提高你報酬 是你鼓勵要再投資 對 剛才我們回測的這個過程 其實錢一直在裡面 錢是一直在裡面的 領到鼓勵你要再投資 好不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想法 老師 謝謝您 我甚至想要問汉偉老師 你有什麼想法呢 對 因為我講 ETF叫做傻瓜投資法 所以大家不要自作聰明 因為聽說疼傻人 傻傻的錢 我覺得這個報酬都會非常好 對喔 傻瓜投資法 所以你要當傻瓜 你當太聰明以為高低點的人 反而賺不到錢 是不是 謝謝老師 昆老師什麼想法 剛剛子澤跟陳老師 我同時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千萬不要因為行情 在大跌的時候去停扣 因為你在往更低的 在大跌的時候 資金你可以買到更多的部位 分散平均風險的方式的話 是更好的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0056 你有沒有看到 不只是150% 定時定額 是174%以上的報酬 更不用說你是第一筆投資 都賺了好幾倍 而且那時候投資在金融海嘯 一開始高點 那時候他來的正不是時候 0056 一開始上市後 就隔不久 就金融海嘯 就崩盤了 所以定期定二的冠軍 竟然不是0050 0056 反而是誰 是0087 大家有沒有想到這張課 如果需要這張課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我們沒有任何業費 我們一年的製作費 都高到千萬以上等級 所以歡迎大家贊助我們頻道 好不好 在斗內可以透過Google 來贊助我們頻道 每週到週五晚間 8點上線 135解盤影片 20教學影片 最喜歡的地方 謝光林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eed Feed 大局大力多 這個很重要 財生業我都親自降臨 贏了是不是 一台老師唱歌 然後是歌神神 邀請 買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17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誰要 二葉一刀 創造股 想先 開啟小鈴鐺 打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自由 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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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錯吧 右邊是水 賣酒 買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17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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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